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为大家介绍新股金力泳池 编号6680 招股价定是33.8至40元3毫 每一手200股 一手入场费8141.23 招股日期会在12月31日至1月7日 1月14日暗盘17日上市 市值大约282至337亿 集资最多50.56亿 保持人会是中信证券和法国巴黎银行 给大家多资讯 新股上市后 股票的项值会达到50% Colier 你们新股怎么看 以下是我们今次建议的评级 中长线投资4个星 投机4个星 在片尾会再解释一下 至于认购策略 根据我们公司新股部门 他们建议的认购策略是 孖展认购 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业务 金力泳池是世界领先的 高性能稀土泳池材料生产商 在2020年他们的市场份额 大概是14.5% 排名世界第一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用于全球新能源 和智能环保领域高性能铝铁 凭稀土泳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他们的产品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汽车零部件 泳池风力发电机、智能变频空调和其他行业 公司拥有强大的生产优化研发能力 和全球领先的蒸介渗透技术 蒸介渗透技术是全球稀土泳池材料行业最先进的技术 目前全球只有不超过10间的稀土泳池材料生产商应用 这个技术可以大幅减少生产高性能铝铁 凭泳池材料的中重稀土用量 从而同时维持高工作温度下的高性能 和降低原材料成本 在2020年公司透过蒸介渗透技术 生产了4,111吨高性能稀土泳池材料 在蒸介渗透稀土泳池材料的市场中 排名是世界第一 约占21.3%的市场份额 在较大规模产能和较强的交付能力基础下 力泳池的客户涵盖了业内大部分的龙头企业 公司为比亚迪、上汽、北汽、维莱等多个新能源车企 提供稀土泳池材料 在去年9月 金力泳池更与Tesla 签了零部件采购协定 为他们提供铝铁瓶瓷体 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影响力 在节能变频空调领域 下游客户包括美的、格力、上海海纳、三菱电机等 在风力发电领域 去年全球排名前陆的风电整机厂商 中有4间已是公司的客户 随着世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识 导致碳排减成为环境保护的关键方面 公司在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稀土泳池材料在减少碳排放方面 特显出固有的优势 与传统的电机相比 稀土泳池材料电机可以截散高达15%至20%的能源 另外稀土泳池材料的应用令到变频加电 新能源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以及3C智慧电子产品实现更轻量小型化 符合消费者的偏好 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 全球稀土泳池材料消耗量由大约14.6万吨 增加至21万吨 复合年增长率是大约7.4% 未来预计稀土泳池材料的消耗量 会以7.8%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到2025年将达到30.5万吨 在未来发展战略的规划上 公司会继续扩大他们的产能 他们位于包头的生产基地 预计2021年年底会投入营运 公司亦计划在2023年年底 投入营运零波生产基地 这两个新的生产基地 有望进一步加强产能 丰富产品组合 提高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在财务方面 公司的收入由2018年人民币12.8亿元 高速增长至2020年22.8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是33.6% 他们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受下游产业增长 和产能扩大推动 在投资角度而言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提升 稀土泳池材料作为重要战略材料 在节能减排方面发挥着显著优势 我们给公司4个星的评价 而投机方面 我们都是给4个星的评价 因为市场气氛转好 我们两位都是镇家会的持盘人士 以上内容 纯属我们个人的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投资邀请 投资者做投资之前 必须行能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最近新股真的非常刺烈 不知道你开了户口未呢 如果未开的话不要紧 其实飞纳证券 现在已经可以提供到线上的开户服务 如果你想开户的话 只要掃描我们的QR Code 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然后提供个人资料 以及身份证明文件 银行证明 以及三个月的住址证明 最后呢 存入1万元的港币 这样呢 经过简单的审核 就可以成功开户的了 回到正面抽身股 我们有最强的38元套餐 你只需要付38元手续费 就可以免息免案金 抽5万元的新股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公司 亦都预留了大量的额度 去给客户 进行九成或者九成半融资 去抽身股的 不要考虑那么多了 现在 立即开户吧 如果不是 会不会坐下很多机会 那不就是 请追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